金智秀的爆红侧面反映了汤维在韩国有多吃香 智秀自出道起便被冠以了一个美称小汤维 但可别误会这不是在说他靠汤维红的 而是在褒奖他的美貌 因为汤维在韩国的好感度 令许多本土明星都望尘莫及 2010年汤维受韩国导演金泰勇邀请 跟玄冰合作了电影晚秋 这部一片在中国反响频频 但在韩国却激发了空前绝后的好评 靠着这部电影 汤维一举拿下了白想艺术大赏的最佳女主 也成了韩国三大奖项创办以来 首位获得最佳女主的外国人 紧急着在一次年 韩国人又在自己引以为傲的 釜山国际电影节来临之际 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邀请汤维担任主持人 这是这个奖项成立16年以来 第一次请外国人做主持 这份跨越国籍的偏爱 在得知汤维成为韩国媳妇后 愈发高涨 从那以后 汤维在韩国彻底变成了一个夸人的词汇 而在他嫁进韩国的第二年 金智秀以BlackPink成员的身份横空出世 韩国观众对他的第一反应是 一个长得有点像汤维的美女 所以当智秀参加一些综艺时 大家没少cue这一点 从整体来讲 智秀精致英气汤维文艺大气 二指似乎并不属于同一类型 然而在某些角度下 二指相似到仿若孪生姐妹 直递提的是智秀并没有避讳过这个问题 走红后也从未翻脸不认人 而是靠自己的实力和人格魅力 一步步打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金字招牌 让韩国人不再嘴硬 只需要用到一个汤维 某次汤维接受采访时 无意提到了中国香港 还坚定不移地表示 无论港圈还是内鱼 那都是中国人 我们要一起合作更好的作品 看到这则采访的韩国人破天荒地表示 对对对 女神说的没错 给女神再一个 当年那群中国爱豆看到 好估计都要哭晕在厕所 因为他们说了跟汤维一样的话 但得到的只有辱骂 宋雨晴因为爱国被连续七次 骂上韩网热搜 宋切因为支持自己国家 因此一夜间掉了40万份 王毅仁仅因为不行大力 便被要求滚回老家 唯独到了汤维这就变成了 他这话本来就没错啊 而这种明目张胆的平爱 从汤维迈进韩国的第一刻 就已出现了 比如当年汤维嫁给韩国导演 金泰勇时 被韩国人称为上辈子拯救了国家 不过别误会 他们口中拯救国家的人 不是指汤维 而是金泰勇 再比如汤维跟雷家印 一起上节目时 被雷家印当众吐槽 拍戏 使尿贫尿急尿不进 害得汤维又羞又气 当场崩溃到流泪 看着自家女神被欺负成这个样子 韩国人当即暴躁开卖 说雷大头这人既没名也没品 又比如汤维接受采访 十岁口提了一嘴 自己喜欢吃锅把 韩国人连夜买了最好吃的锅把 在活动上亲手送给女神 普通市民这么干干就算了 关键是这个男人也这么干 汤维帮周子瑜实现了 他未能实现的心愿 韩君有句话叫 如果周子瑜是韩国人 那韩国人将给他自己能给的一切 但到汤维这儿就变成了 不管他是哪国人 韩国人都给了自己能给的一切 就像汤维近期的剧饼分手的决心 他的导演是韩国国宝及名导 朴赞玉一生获奖无数 不光拿韩国三大 也征战中国三金 以及奥斯卡和金松驴等 内部让吉泰林一战成名的精彩大片 就出自他之手 然而在所有女演员 抢着八戒朴赞玉 只为拿到一个角色时 朴赞玉却对汤维亲眼有加 他为了能让汤维出演自己的电影 特意将女主设定成了中国人 然后又把汤维自身的性格 以及一些爱好习惯 融到了女主身上 换而言之 整部电影都是为汤维量身打造的 这还没完 汤维接下来还有两部存货 一部斧头依旧跟朴赞玉合作 男主是top级演员李炳线 另一部梦境导演是他老公 但配角有孔刘 秀制 朴宝剑等 但丰厚的资源 只是汤维如今生根韩国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还有以下两点 一个是某古装大剧的翻车 在接拍这部剧之前 汤维的标签是文艺女神 但在这部剧里 他无论是造型还是演技都不尽人意 因此被潮出了天际 而另一个则是内部折磨了 他十多年的李安排大片 当年电影明明是大家一起合作的 但上映后梁朝伟还是影帝 李安还是明导 唯有汤维被逼得背景离乡 四处逃难 可韩国观众却没有戴有色眼镜看他 因为在韩国的电影文化中 这种桥段不算罕见 大家也十分能将艺术和现实一分为二 在这里汤维得到了尊重